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能忘却的是在战争时期 那些浴血奋战的老兵 他们现在均年事已高 可说起往事记忆清晰 是啊 那是怎样一个年代 战火纷飞 没有安居乐业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斗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人物 他是宋美龄的贴身警卫 17岁还没有成年 就被抓去当兵 用战争 用肉骨来迎接自己的成人力 李文轩出生在河南许昌乡城县 1941年一个偶然间李文轩 被当作壮丁抓去当兵 随后分配到国民革命军92军142施特务联 当来的兵都要接受新兵训练 每每看到贴着日本国旗的飞机 在自己上空飞来飞去 李文轩以及所有的士兵都十分愤恨 训练结束后 李文轩所在部队被调往 湖南华融地区与日军作战 那是他第一次上战场 可丝毫没有切入 一想到自己的父老乡亲遭受日军的摧残 将士们的士气高涨 战斗过程中 李文轩回忆 战争的现实是很残酷的 不是靠着意志就能赢 就能不死 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 血光渐影 子弹贴着头皮飞过 人真的太渺小 一个炮弹就可以七零八落 抗日战争胜利后 行着出色的表现 李文轩被丢到宋美宁身边做贴身护卫 保护夫人的安全 当时的座驾美宁号专机 就是李文轩负责保护 解放战争末期 李文轩主动改变身份 编入解放军编制 并参加了抗美援朝 远赴朝鲜作战 并容获三等功 回来后部队受到一封检举信 说明李文轩曾经在村里当过保长 李文轩又气又急 却也无可奈何 最终部队遣返李文轩回老家退卒 现今李文轩已经93岁了 身体还算硬朗 曾经在动荡时期被扣上特务的帽子 也已经平反摘掉了 每日国家发送50元抗战补贴 这对李文轩来说是极大的认可 李文轩老人家对于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提起当年给宋美宁做警卫员时 李文轩才心地笑了 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荣耀 当年他十分敬重夫人 并称还想再见宋美宁一面 可惜之后也再没有了机会 李文轩称自己打了十几年的仗 陷了太多的生死离别 现在平淡的生活 才是真谛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护TS词 恶 咋 않 忍 余 试